2018年1月 我们曾在纽交所采访中国电商黑马疯狂购的总裁刘海龙先生 时隔半年 这一中国最大的农副特产职工交易平台发展如何 目前上市工作筹划的怎样 未来还有哪些发展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刘海龙先生来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刘总您好很高兴再次在纽交所看到您 其实距离我上次采访您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大半年多的时间内 您觉得公司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好谢谢 疯狂各在这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变化非常的大 我们的经营的团队增添了很多从阿里 从腾讯 从百度过来的一次优秀的经营和人才 这是我们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最近的这个企业的注册会员数字猛烈增长 应该说来纽约之前 就是昨天收到的最好的消息 我们的注册会员 突破2000万优效的注册会员 然后我们每天的客户的交易量 现在每天都突破300万人民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也是感谢刘教授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宣传和拓展的一个机会 那恭喜您 那实际上我知道您这次来美国是为了这个给公司安排上市 那么上市目前进行到怎么样呢 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 谢谢 上市的工作进展是由调报文的在推进 我们在选择全球的前五大神资事务所 比如像BDO B马威 普华永道和安永 我们想在这个全球的前五大神资事务所里面 选一家神资事务所做我们的这个财务的审计 同时我们也聘请了国内的著名的律师事务所 做我们的律师 现在也在美国在选择一次 优秀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做我们上市的这个律师相关的法务工作 和向SEC的证券申请 在做事商和这个投行方面 我们也在积极的选择和谈判 至此来今天下午和明天就在做这样的工作 包括前几天去了加州啊 也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法务及格或投资银行 都在抢着和我们要求和我们签约 大家都在积极的认可和坚信 疯狂过去就是下一个阿里巴巴的诞生 那审计啊投行啊律所都在有条不紊的安排当中 那么您能方便透露一下大概在什么时候可能会上市吗 我们计划像在明里的四月份左右会上市 应该讲条件成熟的话 我们可能会提前 原则上一般在五月份左右到六月份 就会在牛角座这里进行挂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而且我们在有条不紊的把这些工作在推进当中 随着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兴起 中国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阿里的天猫商城和淘宝 深耕物流的京东 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而成立不到三年的电商新锐贫多多 也于2018年7月26日在美国上市 但是贫多多的山寨门也成了舆论的焦点 那么对于疯狂购来说 如何确保产品的高质量 让消费者吃的放心买的放心呢 疯狂购的使命就是让人民再也不吃上这个假货了 或者是污染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世界人民健康安利 我觉得疯狂购现在恰恰是做了阿里 腾讯那个拼多多 他们没有做的一个领域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做特产职贡产业的平台 也就是说 把全国来自全球原产地基地的特产 没有任何的中间环境 卖到消费来设立 那么全国来自全球 比如我们支持最大华街 我们支持中国的老乡 他们就用家乡的情节 像疯狂哥什么时候走入纽约 能够走入这个美国 我们知道中国的家乡的味道 我们昨天下午 也在和伟大的一个中国的天酒公司 这个美国公司也在洽谈 我们将尽快选择纽约 或者还是洛杉矶 作为我们进入国际时代的第一步 那您说到其实疯狂购 它的优势是在于 它做这个垂直的农副产品的电商 是非常专的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领域 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或者说您觉得 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OK 疯狂购的竞争对手 我觉得我在我的心目中 没有所谓的竞争对手 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自己 无论是阿里 无论是腾讯 无论是京东 无论是拼多多 还是很多国内的 比如像特产中国 比如说征量无脉网等等 他们都是我们的学习目标 心中无敌 无敌于天下 真正的竞争对手 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格局 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是我们的胸怀 是我们能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往前前进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那么我们下部的发展 我们下部的 往前的垂直领域的市场空间 是非常的大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 是吃 世界人民也讲究的是什么 吃的安全 吃的安全 疯狂购正在这个领域里面 做这样的市场 这个市场有几万亿的 每年有几万亿的市场份 如果疯狂购能做到 百分之十 那么可想而知 我们就上万亿的市场份了 那么疯狂购应该上 既阿里 自京东以后 又一个世界进的 都叫做这个企业 我们的2030年的目标 要突破 一万亿美元的市值 这是我们目标 也是我们的任务 我相信我们的目标能完成 也一定能达成 2017年 疯狂购与天酒共享集团 达成合作 通过天酒平台 进行全国联营合作发布 天酒是中国 乃至全球最大的 超级商务平台 云集几十万优质企业家资源 那么目前 疯狂购与天酒集团的合作 进行的怎样呢 我觉得这一辈子 做了只见选择很重要的事情 应该说四年前 我们选择了做疯狂购 特产直购平台 是已经正确的选择 那么在2017年 我们做了又一件 非常正确的选择 就是和天酒合作了 天酒的卢俊兴主席 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企业家 胸怀格局非常好 可以讲 疯狂购和天酒进行合作了以后 做到了四半功倍 如果说我们 2030年要达到 一万亿美亿的市场 如果没有天酒 肯定要2035年左右 更靠后 但是有了天酒的合作 它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所以说疯狂购 有四大核心竞争力 一 国家的政策 和万亿 极万亿的市场需求 第二 天酒的占领合作 和顶礼支持 第三 越来越棒的 国自级的人才 加盟了我们的团队 第四 就是我们的 对他的 企业文化 和对他的 营销 或营利模式 是构成了我们疯狂恶 未来发展不可抗注的 四大核心竞争力 那么和天酒合作了以后 我们目前 已经全国八百五十七个城市 都开篇了我们的 利益合作机构 我们在武汉 上海 白京 成都 重庆 哈宾 广州 深圳 都在油条本的建立 我们的子公司 包括新桥机场 白京机场 重庆机场 和深圳机场 合肥的新桥机场 都在 啰啰啰嗦嗦的 投入 疯狂恶的广告了 就是非常多的城市 对 那您其实刚才提到了 其实这个企业的 未来发展和行业 未来发展前景 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目前 这个疯狂购 它的盈利状况怎么样呢 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疯狂购 是在电商里 唯一不亏本的企业 无论是 纵管国内 BIT 亲自的所有的电商企业 都是著名 是亏生为准 但是我们很 公司现在是已经盈利的 我们是盈利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盈利 不是靠 以前的盈利 我们更注重 是未来的盈利 我们把客户的体验 对用户的体验 包括对上游 供应商的服务 包括对下游 消费者的服务 作为我们当时的一个核心 我们团队的打造 也作为一个核心 未来我们疯狂的盈利 应该会是每年 直至的倍速 往前抵振 对上游的企业 我们来并购 下游的企业 包括我们在打造 很多的金融 和整个这个平台的 生态圈和产业链 所以对未来疯狂狗的盈利 我很自豪的说 他绝对是下一个腾讯 和下一个案例 那最后您还有什么 想对观众朋友们说 想对这个投资者说 和消费者说的吗 好 很高兴啊 再次来到刘教授 很高兴见到林健 帅哥 疯狂过来 我今天啊 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 2010年前 你一万元投资了案例 案例上到刘教授以后 你会变成2066个亿 一万元你投资了腾讯 会变成1.8个亿 一万元投资了百度 会变成了1800万 那么相信 在全球各地的投资者 你错过了案例也没关系 错过了腾讯也没关系 你千万不要错过疯狂过 它是一个 荣木了木 不到淘汰的一个行业 它是一个 在这个领域里面 目前还没有多教授的企业 案例做的是人与百户 腾讯做的是人与信息 疯狂过现在做的是 人与健康和特产 国家是大事所持 民心所向 也是未来资本市场 非常抢求的一个行业 和多教授 全球各地的投资者 希望你们都投资疯狂过 关心疯狂过 关注疯狂过 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 是已经 立国立世界 立民生的事情 让百姓 所有的特产 走到全家万户 又让全世界人 通过疯狂过 吃上健康的特产 是帮助了他人 成就了自己 也我相信 疯狂过讲回来会是 纽教所 正确交易 指数的一个 重量级的指标之一 期待各位投资者的 加入和支持 好的 很高兴再次在 纽教所见到您 采访您 也希望疯狂狗 能够早日的成功上市 感谢您 好 谢谢